大家好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頻道會在美洲市更新金皮咖啡相關的器材 以及小知識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美洲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一台 伊萊克斯最近新出的一台超派的半子洞的咖啡機 那可以看到這個外型 就是很硬派的作風 其實學長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有三個特色 是確實是最近開了很多半鐘裡面算是很厲害的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它的萃取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可以讓絕大部分的豆子 都可以萃出好的cream 好的風味 這一點是真的非常棒的 那第二點是關於它這次的洛粉 這次因為它們是三合一的機器嘛 這次的研磨他們加了一個防禁電的系統 所以它洛粉的時候 整個這個粉杯上面洛粉算是蠻乾淨的 我覺得這很不錯 第三部分就是它這次是雙加熱系統 就是萃取跟打蒸氣的部分 它是可以同時一起打開的 不用等 像傳統的可能就是不但你要萃取完以後 而且要等一段時間讓溫度有調整以後才能打奶泡 但這一次它完全是把兩個系統拉開 所以同時間可以同時萃取可以同時打奶泡 所以它的整個使用的體驗方面 就更接近商用機一些些 那我覺得用起來是會挺有感的 先說學長為什麼覺得 第一個就是萃取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我喜歡 因為事實上呢 就是這種家用的半自動的咖啡機 其實有時候它對我會受限於一些很多條件 譬如說我的烘焙度 如果比較淺的 我可能沒辦法萃取好的cream 或是說什麼一些狀況 研磨度調整不到 導致於說 我就只能受限於比較深焙的豆子 那深焙的豆子呢 它其實是在這種半自動機器裡面 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但是中焙啊 淺焙就比較不容易成功 但是這次伊萊克斯呢 它的壓力以及它的研磨的對應 我覺得是有做到位的 換句話說呢 我自己在測試的時候 無論是深焙 它全部有1到30嘛 研磨度10左右呢 就可以做深焙 那如果在5左右呢 就可以做中焙深焙 中偏深 那如果是淺焙的話呢 大概在2或3 其實都可以做出很完美的cream 那從今天我們還要看到一個中間 就正中間就有一個 像汽車儀錶板上的這個壓力表 好 它這次有標註 6、9、12 是它建議的比較良好的 這個萃取壓力 那可以藉由這個壓力表呢 可以來檢證說 我們每次上了E4 上去的時候呢 我的壓力是否是在一個 它建議的安全值裡面 所以這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義式它背後有非常多的原理 但是呢 常常它的風味呢 就跟這個壓力有正相關嘛 所以呢 我們有這個表以後呢 搭配很好的這個 研磨度跟壓力的對應 就覺得說 一來克斯這台機器呢 它在使用的好球袋上面呢 是相對來說是廣很多很多的 OK 那我們就feel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萃取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來萃取生焙豆子 給大家喝喝看 OK 那你要一口氣倒很多豆子也是可以 它的研磨可以設定一次出粉的秒數 也可以設定它一次萃取的量 那學長比較喜歡的方法呢 因為我們是居家玩家嘛 如果一次倒太多的豆子的話 你可能會用不完 那會有新鮮度的問題 所以呢學長就教大家一個方法 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好用 OK 好 就是首先呢我每一把呢 都獨立用秤豆子 好 這一把這個豆子呢 是中深焙 也沒有到很深 是中 中偏深一點點 那我用20克的豆子 然後每一把我都先秤 20 好 20克的豆子 好 然後呢我們就直接把 研磨度大概調到5左右 好 5左右 然後豆子丟進去以後呢 好 裡面就20克的豆子 那學長在設定呢是 有 一倍的粉量 兩倍的粉量 那兩倍的粉量呢 通常會超過20克 換句話說 按兩倍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粉都會進到我的 粉杯裡面 好 我們這時候也可以 順便來測一下把手 OK 好 粉杯 我們直接進去以後呢 它會卡住以後呢 我們直接按兩杯 它就會把我所有的粉 都會磨完 進到我的 我的把手裡面 那可以看一下喔 它的整個 萃取狀況 OK 好 就這樣 它就會結束了 好 完成以後可以看到 可以稍微晃動一下 我的粉呢是 非常乾淨的 然後落粉的狀況也不錯 就是防靜靜的系統 可以讓我的粉 比較沒有飛溅的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整粉了 好 秤一下好了 好 20.0 所以可以跟大家 我們秤得非常非常精進 20克全部進粉裡面 那我們可以簡單整一下粉 好 挑一下 讓我的粉都進到我的粉杯裡面以後 那麼就可以進行填壓了 那當然是伊萊克斯呢 也有附整套的 包括Temper也有附 好 直接填壓 就正常的 填壓 完 OK 完成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上把手了 好 上去 好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 按SPEC 然後呢 按單份 單份呢 大概就到30-40C左右 是比較符合就是 我心目中的濃縮的量 所以呢 可以隨便看一下 可以看 看我們的壓力表呢 現在是大概在 7 左右 可以 算是安全值裡面 可以看到 KRIMA非常的厚 那如果你想要再厚實一點 可以再磨再細一格 它可能會到8或9 但是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在這個安全值之內的話 都會做出一個 非常 厚實飽滿的BODY 這個狀況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試喝一下 好 可以看到 深焙的豆子 要做出來真的是蠻簡單的 很適合新手 很友善 非常的香濃 然後口感非常的扎實 OK 這是深焙 那深焙其實能做出來呢 不是功夫 困難的東西呢 永遠都是在淺焙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來測更困難的淺焙 那基本上淺焙的豆子 如果能做的話呢 就可以絕大部分的豆子 就是可以 都可以南瓜了嘛 所以它好球袋就相對來說就很廣 那我們今天用這個 水洗的椰加 是淺焙的豆子 所以應該也算是蠻淺的啦 好 我們用的豆子量呢 可以稍微比那個深焙多一點點 我們剛剛是用20克做深焙 我們現在大概用22克 補一點點的粉 讓它的那個壓力再更足一點點 然後研磨度我們剛才是用5左右 現在要到2左右 好 然後呢一樣 留成一樣 把粉倒進去 好 那我們來秤一下把手 好 OK 好 一樣按第二個 那所有的粉呢 所有豆子都磨完 進到我的粉杯裡面 OK 好 這樣研磨完了 OK 自動會關 然後呢可以看到 就算我用了比較多的粉 用22克的粉 但是我的粉 我的那個整個粉杯還是非常的乾淨 好 一樣 可以稍微敲一下 然後呢 自己做一下 部分的工作 簡單做一下 讓我的粉面基本上是平的 然後就可以開始填壓了 好 壓 好呢 OK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測測看 在淺烘焙的情況之下呢 狀態 一樣按一杯粉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壓力表 其實有壓力表的機器呢 它就是在我們在操作意識的時候 在家用的時候 可以多一點點參考依據啦 會讓你很方便 可以看到 現在壓力表 不要到7 也是7左右 好 好 然後CREMA的狀態呢 也是非常的好 好 在安全之左右 OK 完成 可以看到齁 居然是淺焙的豆子 我的CREMA一樣是厚實 而且很完整的齁 好 我們來喝一口吃一下齁 所以有時候 一台好的機器 與否 就是便利性還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一直在測試 一直進不到好球袋 你會很煩嘛 嗯 花香味非常的重齁 果香味非常的重 因為是淺焙的水溪也加齁 所以整個白花香整個爆補 所以非常的好喝 而且很花順齁 所以 淺焙肉的情況之下呢 你知道 2 甚至於到0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做出很不錯的CREMA 所以這台我覺得它的好球袋是真的廣 真的是很不錯 好 那我們萃取的部分結束以後呢 我們把它手卸下來 然後呢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第二個大重點齁 就是關於它的奶泡的部分 奶泡系統的部分 那其實呢可以看到齁 這邊有一個 這個像是 開關的部分齁 那一邊是給熱水 一邊是蒸氣嘛 那這一次的伊萊克斯呢 它用的是兩個加熱系統 就是萃取跟我的奶泡呢 它是分開的 所以就會用 就會有一個狀態齁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 就是呢如果 好 我這次把 蒸氣奶泡放進去 如果呢 我同時間 按萃取 同時間按蒸氣 一般的機器呢 是不可能跟你這樣操作 那可以看到 這邊是萃取 然後這邊是蒸氣 它兩部是完全是可以同步進行的 然後如果 一般來說你的萃取結束以後 然後你的蒸氣可能還沒打完 但是它蒸氣還是持續的 維持一樣的能量齁 就是持續在打 OK 所以看到這一次的雙加熱系統呢 但這一點上面呢 事實上非常貼心 剛剛是先按那個 萃取 那我們這次先按蒸氣 好 然後再按萃取 也是一樣的齁 所以他們兩個系統是完全獨立的 可以完全一起操作 那這一點呢 就可以讓我的 機器呢 更 它的萃取咖啡的體驗呢 就更接近商用機 因為商用機本來就是 都是獨立的嘛 那就比較不需要等待齁 這點是非常棒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關於這次的蒸氣強度齁 那學長直接來示範一下齁 好 那我們用大概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的奶齁 如果是小杯的卡布 可能一百二十的奶就夠了 一百二十的奶 那我們順便來計時一下 一百五十齁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吧 稍微倒多一點 一百五十的奶齁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開蒸氣 按時間 來示範一下說 它大概到我們的目標溫度呢 需要多少時間齁 一百五十的奶 蒸氣的強度呢 還是不錯的 因為蒸氣強度呢 會影響你 整個做奶泡的 速度跟體驗啦 漩渦就強嘛 漩渦越強越完整的 其實你做 做起來 拉花的話 那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 現在大概 五十幾度 OK 好 三十二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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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把 大概一百五十mol的齁 我測一百二十mol 大概是三十秒 那大概是 一百五十mol 大概是三十二三十三秒 就可以把 一個奶泡做完了齁 所以它的蒸氣強度呢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齁 就是 以家用機來說算是名列前茅吧 那這就其實 對於家用機來說 就已經很高分了嘛 OK 那我們測試完了這三個系統 研磨 萃取跟打奶泡以後呢 我們 就來做一個特調給大家示範一下 OK 那今天要做一個摩卡特調 那其實 這個摩卡特調也非常非常簡單 你只要多準備一個巧克力醬 你就可以完成 這個超商對我賣齁 最好是有那個 打開齁 它有這個細嘴的齁 這個是最簡單的齁 那我們先來做一下 杯式齁 那可以選擇這種寬口的杯子 威士忌杯啊 都可以齁 那首先呢 我們先做 把巧克力醬 在我們的杯口呢 靠著杯口 好 邊給邊轉 好 給多給少都無所謂 喜歡喝濃一點巧克力的呢 你就給多一點 這個就是隨個人喜好 OK 好 給完以後呢 它就會自然的往下流了齁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行我們的 萃取濃縮的部分齁 那 建議呢 你用深焙的豆子比較好喝 因為待會巧克力呢 它的味道風味會很足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用稍微焙度深一點的豆子呢 搭配起來會比較剛好齁 好 我們一樣用20克的豆子 好 多了一點 好 20克的豆子 OK 好 然後 炎目度呢 就剛剛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測出來的嘛 大概5左右 下去 進行萃取 好 這個時候呢 同時間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做拉花的部分 好 那鋼杯 好 我們大概用150左右的牛奶可以齁 OK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會來實驗說 我們同時 最近萃取它的效果如何齁 好可以看到 所有的粉呢 都進來了 稍微削一下 稍微 顧一下粉齁 很乾淨的 可以讓我所有的粉呢 都進到粉杯裡面 OK 然後填壓 好 OK 完成了以後呢 我們就同時間進行好不好 為了測試一下 我們這個 的 戰鬥力 然後杯子呢 我們直接下去 直接呢來萃濃縮 同時間呢 我們也來打奶泡 好 好 濃縮 按下去 萃取打開 然後開始打奶泡 好 兩副同時進行 這也是一台客是這台機器的一大樂趣 好 好 壓力很正常 大概7個大氣壓左右 好 好 好 我的萃取呢 已經 結束了 然後我奶泡呢 也快要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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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奶泡完成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可以看到我的杯子裡面呢 已經有一層厚厚的濃縮厚 這個時候 我們再把我們的奶泡呢 直接倒進去 OK 這個呢不用拉花啦 所以我們要在正中間 注入就行了 OK 好 有足夠的奶泡量 最後呢 在我的奶泡上面 OK 不用拉花 在奶泡上面呢 塗上巧克力醬 巧克力醬呢 可以做成這種 前後 的擺飾 OK 非常 幸福感非常強的一杯 摩卡 就完成了 可以看到 萃取 打奶泡 然後呢 組合 然後點巧克力醬 一切都是超級快速就完成了 那 這樣一杯 非常適合在家裡面喝的摩卡 其實就是有伊萊克四次來機器的搭配呢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成功 OK 我來喝一口 很香 嗯 巧克力咖啡跟牛奶的完美結合 簡單又好喝 你在家裡也可以做喔 OK 那 最後呢 伊萊克四次來機器呢 其實在設計上面 壓力的給予 然後還有它的研磨度的弱粉 以及打奶泡的雙蒸氣系統的這個協調度上面呢 我都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以目前的這個全半自動家用機來說 這個價錢還是相當有競爭力的齁 那目前 伊萊克四次在設計上面進行募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募資頁面喔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